中国因为不满 蔡英文总统在日前出访友邦 过境美国会面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卡锡 因此就宣布举行环台军演 是派出了山东舰航母来航行东部的海域 我国的国防部在24日就公布了这个空拍的照片 这台山东舰的航母 它距离俄罗比是只有120里 对此前国大代表黄鹏孝 他就指出说 这一处它是二战史上最著名的海上死亡陷阱 而这同时也是台军航母杀手 雄三飞弹的射程范围之内 那除了我国国防部密切监控动态之外 日本的防卫省它也发布动态指出 中国山东舰航母 它不仅是持续的来降舰载机 还有六艘的中共军舰 它也是紧随来护航 当中包括像是驱逐舰 护卫舰以及综合补给舰等等 另外民间关心南海海空域军事动态 脸书粉砖 他们也贴出这个讯息 他们指称说美国海军的伯克级 飞弹驱逐舰中云号 也与中华民国的海军在巴士海峡 这边来监控山东舰群的动态 这个记录就显示 中云号是今年的第一艘 穿越台湾海峡的美军航舰 是在今年的1月5日的时候 通过了台湾海峡 现在台美中三方的军事动态 也持续引发国际关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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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